民进党党内大事是在今天下午的中职会上公布了部分区立委的提名名单 不过党内的天王包括了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 游锡坤以及谢长廷都不在名单当中 不过蔡英文的竞选总干事苏家全排名第九 而蔡英文的这项举动也被外界解读是布局所谓的英系人马 准备要角逐国会龙头 对此谢长廷今天大方回应表示尊重 至于名单当中也展现了世代交替以外 多数也都是公民团体的代表 试图要破除外界对绿营派系分赃的疑虑 第一是吴坤玉 第二是吴玉琴 第三是陈曼玉 一一畅明讨论一个多月的民进党不分区名单 展现鹰派新世代终于排版定案 探看名单多位专家及公民团体代表 前三名依序为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坤玉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秘书长吴玉琴 以及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常务监事陈曼玉 律师顾立雄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蔡培惠 以及残障联盟秘书长王荣章 列四到六名 曾任援助民族电视台主播的Kulas Yotaka 以及生态律公司董事长于婉如 也在安全名单中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蔡英文 竞选总干事苏嘉全排名第九 第九是苏嘉全会跟理念相同的进步力量来合作 未来如何布局这个都是选后才要讨论 而且必须要依据选举的结果来考量 所以并没有内定什么人一定要担任什么样的位置 传出周一晚间部分区提名委员会议上 16人安全名单仅确定15名 其中一人就让蔡英文自己决定 而苏嘉全名列前十 可说是英系人马 角逐国会议长宝座的一枚活旗 也让党内天王们一个个期待落空 一开始我就尊重主席了 方杉梅逝得像我像阴谋者 落空 其实玩弄 我说尊重主席自己去布局 主席的布局我还没有看 我认为一定是很好的 做了立法院长也是前院长而已 以后也是前院长 我已经是前院长了 回顾上一届不分区 各路人马人人想抢 更被诟病是派系分赃 这回大佬没入列 但谢长廷大方说尊重 游锡坤则是快闪离去 毕竟明年执政可能性很大 不分区席次不敢争个你死我活 要为未来预留合作空间 有电TV客战长刘萱 台北报导